第一個就是先插入一個那個 自訂錶單 按右鍵這邊插入自訂錶單 第二個把那個錶單的名稱改一下 然後包含它的底色 Caption改一下 再來就利用工具 這個工具箱裡面的這個A 拖拉一個 改一下 改一個之後呢再複製 按Ctrl鍵 再複製 再複製 那位置如果說 它沒有對齊的話你可以用 這個 這樣選 如果你從上到下選 先碰到的會是主控項 所以如果你是從下到上 那就是下面是主控 主控項意思是說以它為 以它為準就對了 然後你可以配合什麼格式裡面的對齊 還有大小 還有間距 其實基本上 要做出一個 看起來像還算專業的 表單並不是太大問題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你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第一個 如何把它 啟動起來 其實很簡單 上面不是有個這個執行 對不對 你把執行按下去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畫面 就 跳出來了 OK 不過呢 這個會有個問題說 那將來 你要怎麼樣 假設你要給別人去幫你輸入資料的話 那對方要怎麼知道把它啟動起來 你總不可能說請你開啟開發留言裡面 按執行吧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會需要什麼 需要 多一個按鈕 也許這個按鈕 可以做在哪裡呢 坐在這邊吧 這邊叫啟動表單 按下去 表單跳出來 那怎麼做 基本上呢 前面講過嘛 一個表單的 按鈕之前 你要先產生一個什麼 程序 那個程序 這個sub 所以 假設你要做那個 按下的按鈕 切到 這個時候切回到模組 模組裡面的話 我們在底下 插入個程序 我這邊不知道有沒有 已經插入一個 啟動表單 這邊好像沒有 不能重複 OK 然後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呢 叫啟動表單 然後只要寫一行程序就好了 這個表單叫什麼 叫home嘛 所以我就打一個home 特別注意喔 之前還有同學是 他沒有改一個名稱 也是要打home.show 結果 奇怪秀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名稱沒改 OK 點下去 它會跳出有沒有 偵測到了 表示那個表單存在 打一個show就可以了 show的話 表示說我把它叫出來 home.show sup寫完了 一行而已 那再來怎麼樣呢 你就直接在 這個地方 假設我用這個按鈕 負貼上好了 OK 然後把這個拿來改 改什麼 按右鍵 啟動聚集 這邊是啟動表單 有沒有啟動表單 然後把這個名稱 蓋過 按下它 表單叫出來 OK 所以基本上 做一個表單 並不太困難 OK 但是我覺得作用還蠻大的 因為很多系統 其實都會先 從表單開始 好 那 可是之前有同學 就會問第二個問題說 老師 可是 我希望 這個不是這個時候按 因為有些使用者 明明告訴他說 按這裡 他還是找不到 怎麼辦呢 最好是 當這個工作部 他打開的時候 順便就把表單給叫出來 他不要的話 再把它關掉 OK 那怎麼做 特別是喔 如果你啟動表單 是 隨著這個工作部打開 跟著打開的話 你必須了解 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叫做 工作部物件 它放在哪裡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我們專案裡面 一定會有 這個工作部 的物件 這個工作部指的就是 我們現在的這個工作 叫 List Workbook 指的就是 我們現在用這個工作部 就是 Excel 檔案 那 點它兩下之後 在這邊撰寫 程式喔 打開來之後 它會出現 一般 一般通常是哪個 物件 就是工作部 物件 右邊是什麼呢 就是 它的什麼事件 這個事件 指的就是說 當物件 發生 什麼樣的 就是 什麼狀態 被 一個 什麼樣的 是 就是類似 比如說像按鈕的話 Clicker Clicker就是一個事件 那 當它怎麼樣 被打開的時候 所以打開的話 也是一個事件 當然呢 這個事件裡面很多啦 基本上用的比較多的 還是Open 當它Open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 做什麼事呢 打一個Home 點秀 OK 如果你Home點秀的話 這個時候呢 當然 你可以把它關閉 一樣 這個時候當然你要啟動的話 一樣把它儲存 關起來之後 那我們再去把它打開 不過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要啟動 啟動 OK 你會發現 如果我把這個 聚集 打開 你會發現它自動就執行起來 執行起來之後呢 這個時候當然 我們會需要 接下來 輸入它的名字 某某某 然後呢 它的成績 多少到多少 對不對 假設你今天輸入一個成績 輸入完之後 當然你會希望怎麼樣 按下新增 它可以自動怎麼樣 幫我新增到這邊 不過現在按下去 應該是沒作用了 因為程式還沒寫 所以等一下的話 我們要寫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 這個程序是當這個按鈕被點擊的時候 那點擊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知道說 該放哪裡 所以按下去的話 這個程序 基本上你可能會需要知道幾件事 一 我怎麼知道 這個範圍裡面的最下面 A列是多少 那前面好像我們有講過 所以實際上可以用之前講過那個原理原則 Range 從A2去偵測 到最下面的那一列 那我只要把那一列加1 就是第8列 加1之後可以丟給一個變數叫r好了 r等於 7加1 就是這個知道的7加1 那就是第8列 然後我要輸出什麼 把這個儲存 這個裡面的資料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裡 有沒有 那首先你當然你要知道 後面的東西丟給前面 這個名稱我們如果沒有改的話 他應該叫testbox1 那他裡面有個屬性 叫.test test是裡面的文字 丟到哪裡呢 丟到呢 特別重要這個是什麼 sales 對不對 那你sales 哪一列 第r列 有沒有抓到那個r 一個變數 第幾欄 第a欄 或者第1欄也可以 然後呢 一個蘿蔔圍坑 這個 一樣的方式丟到這裡 這個方式丟到這裡 有沒有 丟完 那不就是新增嗎 所以 這個程式 大概這樣 等一下怎麼撰寫 我們等一下再看好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 剛剛兩個 一個是 按下他啟動 一個是 如果你要隨著 這個工作部啟動 而啟動的話 這個有點麻煩 然後呢 記得啊 從那個哪裡呢 this workbook 裡面的workbook open ok 給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看得好 Raising 曲規模 chrome 趕 от 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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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